视频中这只连比苹果还红的猴子叫日本猕猴 这个滑稽的样子,看着就快被煮熟了 但实则它们生活的地方极其寒凉 本期熊约带大家认识这种不仅红屁股还红脸的猴子 日本猕猴是一种中型矮状的猴子 共有两个亚种,体长47到60厘米 尾长7到12厘米,重量8千克到11千克 尾巴相对短,不到头体长的四分之一 颜面消瘦,头顶没有像四周幅色的玄毛,呈棕色 额掠图眉骨高,眼祸深 肩毛较短,又红色的脸颊 眼睛表情丰富,体位有一个厚厚的毛绒绒的皮毛大衣 从灰色到棕色,有时还有一点斑斓 白天活动,大多数时间在森林中 它们以种子,根基,花蕾,水果,无脊椎动物 浆果,树叶,鸟蛋,蘑菇和穀物为食 日本猕猴生活在北纬31到41度之间 齐西地属于亚热带滴滴和亚高山地区 在日本的中部和北部地区,范围温度为负食物摄氏度 雪深1米度,这些猴子可以在负食物摄氏度的严固环境中生存 到了冬季没有食物的日本猕猴只会啃树皮或在雪地里挖虫子吃 看着它们身披白雪,艰难地寻找着食物 日子过得叫个心酸呀 为了能在这样低温的严酷环境中生存 日本猕猴进化出了集体泡温泉的习性来躲避冬天的寒冷 温泉的水温是43摄氏度 潮湿温暖的泉水让它们放松 常常在数据期间禁述梦乡 常年生活在雪地里 在温泉周围的年轻猴子还学会了如何滚动雪球 这些没有任何生存的目的 只是它们玩耍产生很多的乐趣 就像人类的小孩打雪仗 它们介意地享受着温泉水的温暖与舒适 或打哈欠或伸懒腰 表情十分地笑话 在雪地里,这些猴子除了打雪仗 还会在一米厚的雪上打滚,耍杂技 但是随着现代的气温逐渐升高 人类频繁地干扰野生动物积极地 支持很多野生动物失去家园 开始向人类生活地迁徙 这不最近,日本野猴袭击人事件时常发生 野生猴子的数量急剧增加 导致猴子自然积极地的减少 为了生存才会下山来觅食 而野生猴猴脾气大 一有不顺心的事就乱发脾气 十分危险 我们在动物园游玩或者日常生活中 遇到野生猴子一定要远离 以免意外发生 好了,本期熊约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见过猴子打架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